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 您告诉我们按照我的一举一动 如是一一返还给我 我吃我双手一举一动所接触的果子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是我省察一下自己 我的一举一动是做了基督的奴仆呢 还是因为投靠自己 显出自我成了魔鬼的奴仆呢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只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使我们做光和盐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更好的祝福啊 那么不足的朋友 我朴朴牧师 我每次睡觉的话 最多了都不超过两个小时的 罗马说八章 告诉我们 肉体就是我的仇敌呀 彼得前说二章十一节 我们人生就是客旅 那么 这短暂的人生 我不能靠肉体而活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总是随从自己的私欲 总是随从自己的肉体 仆人会为自己选择吗 那么我们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 如果我内心服侍了基督 我为什么还要追求的是自己的贪婪私欲呢 耶稣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 舍了自己啊 甚至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 背起了一切的罪孽呀 那么我们说是信主耶稣基督 而我们寻求的是自己的利益 从来不愿意 从来不愿意为身边的一个灵魂舍己呀 那么部族的普通我平牧师 也会跌倒 靠主的恩典又站起来 那么保罗那个年代呢 跟现在还不太一样 当时逼迫很严重啊 被挨打 那么最近的逼迫呢 比起当年真的是很轻啊 那么部族的普通我平牧师 这次在美国的时候 每一个月每一个月 就是身心全身经历这个四阶段悔改 上帝是让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 那么我们要遇见耶稣 我们要属于耶稣啊 我们找一下菲利比书 二章七节 如果我们与耶稣同行 那么我们就是仆人了 那么 我是个仆人 还会寻求自己的利益吗 不足的仆人 我平牧师去餐厅 跟执事吃饭的时候呢 平牧师会整理那个鞋子 那么我平牧师一整理 很多执事也要来整理 那么有时候我平牧师 一个人去的时候 也会去整理那个餐厅的鞋子 我双手一举一动 上帝如实的一份换给我的 真言十二章十四节 菲利比书二章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阿们 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了这世上 为的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啊 我们说我爱上帝 我们说我们信主耶稣 那么上帝查看我们的内心 而且上帝知道一切的 什么是假牧师呢 什么是假的教徒呢 那么欧洲 两千年以来的这信仰生活 为什么现在 这教堂里 礼拜堂里 全是空荡荡的 大家知道欧洲的这教会建筑 礼拜堂建筑 是非常非常 复礼堂皇的 而为什么教会里 却是空荡荡的了呢 上帝是帮助我的 如果我们不经历 这上帝的帮助的话 久而久之就会灰心 甚至也不愿意来教会了 那么 那很多身患重病的 就来到教会 求医治 那么上帝使我身上 有疾病 为的是 通过这些事情 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我现在处心很糟糕 处心非常的困难吗 我遇到非常困难 糟糕的事情了吗 上帝是让我相信主 相信上帝 照着信心 如是给我成全这一切 马大菲八章十三节 那信 什么是信主耶稣呢 格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内心有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信心啊 我们首先要认识基督 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是唯一的上帝的儿子啊 我们认识基督了 这时候才能获得这信心啊 那么据说 韩国最近 韩国的教徒也在流失啊 那么大家为什么 还要去假的教会呢 我们来到教会 为的是认识基督啊 照着上帝的话 也是运行在我们信主的人心里的 我们来教会 大家不是为了我平牧师 也不是为了看我平牧师 我们来到教会 为的是 投靠主耶稣基督 只有主耶稣基督 改变我的生命 改变我的命运 使我的生命得救赎啊 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 这世上的一切都会废去的 而上帝的旨意 主耶稣基督是永恒的 欧洲为什么走向了 没落呢 正是因为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正是因为没有承认主耶稣基督 没有靠着主耶稣基督 做四九段悔改啊 那么我们会亲眼看到 假的教会 最终会变成空荡荡的 因为眼睛明亮了 眼睛睁开了 人不会再去假的教会了 就比如说我的饭碗里 如果有狗屎的话 我会吃这碗饭吗 而我内心 我内心不悔改的话 我愚昧无知的话 我们就会去假的教会 听假的讲道 我不悔改的时候 我内心是邪恶的 邪恶的时候 什么都听 什么都信 导致最终变风 甚至身患中风啊 愚昧一书三章八节 我们为什么这么不幸呢 为什么很多家庭说不幸福呢 是因为夜心总是被魔鬼所支配 我为什么总被魔鬼支配啊 因为我们犯罪了 我犯罪的时候就是属魔鬼了呀 那么无论是当今的世代 还是曾经的世代 我们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人都犯罪呀 有些人说了 哎呀 朴牧师您不要再做见证了 您这见证都过了两三年了 您这见证都过了十年了 那么耶稣的见证是一直存在的呀 耶稣当时所行的神迹 在现在也是能发生的 大家正确地明白过来呀 我们呼喊阿门 菲利比书二章七节 耶稣来到这世上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基督和耶稣是一味呀 如果我们真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那么部族的普通我平牧师 这次一直悔改 默想 哎呀 到底怎么 怎么传呢 到底怎么传 这福音呢 我们的信徒 看见这礼拜堂不干净了 也不懂得要打扫卫生 那这样的心态 怎么能给身边的灵魂带来益处 怎么能帮到身边的人呢 那么部族的普通我平牧师 我做了四季段悔改 我经历了这一切 我深信大家也能做到 大家也能行的 大家希望疾病得到医治吗 我们的疾病要得到医治的 因为上帝医治我的疾病 说爱奇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那么为了与上帝同行 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属于基督啊 彼得签书五章十节 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 上帝造就我 上帝使我成为完全的人 上帝使我的行为完全 就是做奴仆 做谁的奴仆呢 是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 马太分三章十六节 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受洗礼 就做基督的仆人啊 菲利比说二章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阿们 大家看到了 主耶稣基督 顺服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 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背起了十字架 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 这都是为了我 为了大家 那么有些教会呢 都不承认十字架了 甚至把十字架摘下来 我们夸的 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 上帝让我们只夸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那我和十字架 我们面对十字架 我们需要做的是 我要认罪 我要承认我是罪人啊 大家知道 和耶稣同钉在十字架的 那个两个盗贼 有一个盗贼呢 承认自己是罪人 认识主耶稣基督 承认了主耶稣基督 结果他得救 他当天也得救恩了 路加福音 23章38到44节啊 那么我们都希望 自己的行为上纯正 能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能种下善的果子 我们都希望做爱国者 那么这一切的最根本的根基是 我们要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仆人是什么姿态呢 仆人不能偷懒 仆人不能懒惰的 就比如说 我突然 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喝醉了 躺在街上 那么 朴牧师就这么祷告 主啊 一个生命是最为宝贵的 这么宝贵的一个灵魂 现在因喝醉 喝酒 躺在地上了 这可怎么办呀 但是 生命是最为宝贵的 我朴牧师再有奇事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生命 我该怎么办呢 我去求告上帝 这时候上帝给我上这道话语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 引导我的内心啊 那么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 跟旁边的人交代一下 等这个人酒醒了 给他吃一碗面吧 然后给他一百块钱 仆人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和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 上帝是让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仆人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纯心顺服以至于死啊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 比如说我经济上遇到困难了 我经济上很贫穷 赶紧请查一下自己 有没有做仆人呢 有没有做主义是基督的仆人呢 那么我们的教会都做四阶段悔改 大家知道做了四阶段悔改 是呼唤阿门的 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听从遵行上帝的话语 是呼唤阿门 是阿门的 而很多人不做四阶段悔改的话 不顺从 不遵行上帝的话语 也不呼唤阿门啊 属魔鬼的人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去听一些假的讲道 那么 父母给我们 就是 我的父母是谁呢 就举个例子说 父母给我再好的 但是我内心不领受的话 就上帝把这最好的都给了我了 而我作为儿女的 我不愿意领受的话 和上帝有什么任何的关系了吗 别离米书十一章十节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阿门 上帝是让我们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啊 那么我们 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属于基督的时候 做仆人呀 做基督的仆人 很多人呢 在我朴牧师面前一个样子 在别人面前又是一个样子 那就是假惺惺的 是装模作样的 比如说 我们呢 总是以自己的心思为中心 比如说 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 来看待一切事情啊 上帝的奥秘 是让我们 有宽容的心 格鲁西书二章二节 主耶稣基督的心 存主耶稣基督的心 是宽容的 而我内心 为什么总是怀疑疑惑呢 甚至总是误会别人的好意 那都是因为我没有存主耶稣基督的心呀 我内心总是怀疑疑惑 这说明我内心没有存主耶稣基督的心呀 罗马书8章28节 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上帝是让我们处处受益的 我们找一下马太福音三章16节 马太福音三章16节 我们做了仆人了 就能受洗礼了 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人做悔改 属于基督了 就领受洗礼呀 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做仆人呢 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按照自己的标准 按照自己的眼光 按照自己的想法看待一切 不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反而伤害别人 那朴牧师您为什么总是 讲一些难听的话 刺痛别人呢 大家知道讲实话是最难的 不讲实话就是骄傲的呀 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 大家知道只有耶稣是讲实话的 耶稣是仆人 耶稣做了仆人 而耶稣是爱 那么我们内心服侍主耶稣基督 有爱心的话 就是做仆人 而仆人是讲诚实话 是讲实话真心劝勉的 不讲实话的人 不讲真话的 那都是非常邪恶的 我的师母 我的师母经常跟我讲实话 讲实话真心劝我 就比如说 我的师母会跟我这么讲 诶 你的祖上 不都是搞外遇的吗 换成是普通家庭 我们都会忌讳 妻子会这样对自己讲话 但是这责备的话 我内心存主耶稣基督的心 我内心存主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 听责备的时候 是非常甘甜的 而我内心不平安 我内心总是惧怕害怕 或者是担心忧愁的话 说明我内心是邪恶的 并没有完全受洗礼 据说韩国的教会 也在缩短 缩减了 就比如说 韩国的信徒 有一千万 如果这一千万 所有的信徒 真实的都做仆人了 那这时候 这个国家一定是明亮的 如果这一千万信徒 都做仆人 真实的为一个灵魂祷告 帮到身边的人的话 我们国家也不需要 什么福利制度了 那受洗礼 耶稣亲自受洗礼 为的是给我们立下榜样 那么我们也希望 受洗礼 受洗礼 做上帝的儿女啊 那这受洗礼 并不是理论知识啊 这是上帝的话 也是实实在在的 是阿门的 这上帝的话语 是活生生的 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而活 马太坟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阿门 我们都要领受这圣灵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得到了圣灵了 不要说谎了 只有在基督里 使我们获得这圣灵了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了 上帝赐给我胜利 所以我们要靠着 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呀 隐父所说一章十三节 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就是做仆人啊 我属于主耶稣基督了 就做仆人 那么领受洗礼的时候 使我获得这圣灵了 圣灵赶走一切的恶魔恶鬼的 我们找一下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五节 魔鬼退去的时候 拿走一切的疾病 魔鬼退去的时候 拿走一切的灾难和咒诅 有些人说 哎呀 我特别怕我的婆婆 我特别怕我的儿媳 这都是属魔鬼的表现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像狮子一样勇敢 正义二十八章一节 我现在内心还在惧怕的话 说明我还没有属于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的话 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 上帝给了我一切的喜乐和平安呀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有些人说 哎呀 我怕我的丈夫 哎呀 我怕我的婆婆 哎呀 我怕我的儿媳呀 我怕我家大海 大儿子 义人 上帝赐给我们的内心 是勇敢的 是没有惧怕的 爱里是没有惧怕的 那么 苏联为什么走向了 没落呢 当苏联否认了上帝 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就走向了下坡呀 那么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国家越来越好的话 我们都要做义人呀 真言十四章 三十四节 那么义人是要做仆人 做基督的仆人 上帝 上帝给我幸福的心呀 很多人说哎呀 韩国的经济靠什么来维持呢 是靠一些广告吗 发广告吗 韩国真的是出了名声的 什么名声啊 这韩国的总统都进监狱呀 那么韩国人的行为举止 怎样才能是 欺恶从善呢 唯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呀 真切地志愿大家 认识 四季段悔改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呀 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 现在 所做的事情 是做基督的仆人呀 哥林顿后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九 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分十二章 二十八节 一二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阿们 那么其他的宗教没有圣灵的 那么我光生子来到教会就能获得圣灵吗 以福所说一章十三节 唯独在基督里 属于 获得这圣灵了 我们在基督里 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获得信心呀 那么靠着信心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使我获得圣灵啊 我们在这世上 把世上的理论 文化知识 当成一切 而圣灵降在我身上了 圣灵使我的心灵活过来 使我属灵 那属灵的人 是支配管理这一切的 行善事的 一把刀 为什么有些人 在厨房里 用这把刀做菜 有些人 却拿这把刀去抢劫呢 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 做真牧者 做长老 很多人把牧师 长老当成是一种名分 无论是什么 无论是做什么 我们都要悔改呀 做牧师的也要悔改 做长老也要悔改呀 仆人 我们仅仅是 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呀 我们甚至都不承认 自己的罪恶 甚至也不愿意 替父母悔改 也不愿意替家人悔改 而耶稣 为了我们舍命 舍了自己 背起了我们 所有人的罪孽呀 那么圣灵 那么圣灵是有爱心的 相信今天我们也是能行的 我们一起来告白 我是仆人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求你饶恕 我没有做仆人啊 求你饶恕我 我没有做仆人啊 那有些人就说了 哎呀 他可是我家孩子 我凭什么做我家孩子的仆人呢 我凭什么做我妻子的仆人呢 不要这么想 我们 我们一定要做仆人的 我做了仆人 我这个 为了我的命运改变 我也要做仆人 为了我眼前的困难能得以解决 我也要做仆人 大家知道 曾经在身处高职位的人 为什么放不下自己的高姿态呢 不足的仆人 我平牧师做了四阶段悔改之后 发现 在屋里待着 是最为幸福的呀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最为甘甜 上帝的话语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的祖先曾经种庄稼 种地的时候 特别的辛苦 腰都弯了 那么 现在都是机械化形式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比较轻松了 但是现在人的压力 为什么比起曾经更重了呢 那都是因为我的内心邪恶 是因为我们心里邪恶 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心里的罪恶 没有求上帝饶唆的罪 没有认罪悔改 并不是说工作量多 就会积攒压力 我们要做功的 要做正经事 铁三教后说三章十节 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是要受洗礼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礼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马太福音三章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我们都要属于主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那么奉耶稣的名受洗礼 使我获得圣灵 靠圣灵赶走内心的恶魔恶鬼 我们呼喊阿门 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赶紧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做仆人吧 做仆人了 就受洗礼 我们找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 那布鲁德普洛瓦瓢瓶 是在讲道的时候 我也是一起领受这恩典的 我来教会也是为了蒙恩典呀 那么我穿这件衣服来的时候 也一直求告上帝 上帝啊 我今天穿这件衣服来教会 能行吗 上帝允许我 让我上台讲道 我就站来 我就来到这里讲道 圣灵降临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光 照亮我的内心了 有光照亮我的内心 就把黑暗驱赶掉了 冤一书五章十九节呀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你们既受洗 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 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 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功用 阿们 阿们 我们 因基督 我们要受洗 与基督一同埋葬 那么我们真切地 做四节段悔改的话 就是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第二十节 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仍然在世俗中活着 福从那不可拿 不可承 不可摸 等类的规条呢 阿们 如果大家真心地认罪悔改 做了四节段悔改 受洗了 受洗 就是做主的仆人啊 那么做主的仆人就是和基督一同埋葬了 神明记三十章十五节啊 那么我们的祝福上帝已经为我预备好了 而且就在我眼前呀 我们每个人来到主面前 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领受上帝为我预备的好的祝福啊 而我们的心思呢 总是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总是 去看别人的祝福眼红呢 上帝是让我们得福的 而且每个人的祝福就摆在眼前呀 而且上帝赐予我的祝福是无穷无尽的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不要被世俗的学问所捆绑啊 为什么很多教会都成了假的教会呢 有了博士学位 就把自己当成特别了不得的人 这世上的学问学得再多学得再高 仅仅是初等学问而已呀 再说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警醒过来吧 我为什么辛苦受累呢 我为什么不幸福呢 为什么我的儿女什么都不顺利呢 为什么 国家领导人都贪污腐败呢 为什么很多财阀都跑路在海外了呢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这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主耶稣 没有受洗礼 总是被魔鬼所支配的 那么我们今天听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吧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相信现在开始一定能行的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信徒们 相信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相信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上帝 你实在是真好 一直以来是我没有做基督的仆人 上帝命令我们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活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无论是谁都要听从上帝的话语 而我呢 一直没有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并没有做仆人 而且也没有受洗礼啊 我都不做 我都不肯做仆人 怎么能受洗礼呢 始终被魔鬼支配 甚至比不信的人更坏八倍 我父上帝 我的内心始终不平安 我内心始终不喜乐 担心忧愁啊 我担心忧愁 正是因为成了魔鬼的奴仆啊 约伯虽然是义人 而当约伯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败坏了自己 使儿女丧命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不要经历了辛苦之后 再肯醒悟啊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爱国者 把好的祝福留给后宣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向上帝认罪悔改 一二主啊 主啊 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